四多条烟 然后十四瓶羊毛苔酒 还有现金啊 被盗了 杨女士在现场清点了一下 损失十多万 店里的监控显示 当天凌晨两点半左右 有三个人影在店门口晃悠 其中一个人助跑后 一脚踹向了门把手 门就开了 两个人进了店里 拿来了放在一边的纸板箱 开始扫货 一条一条的高档香烟 和毛苔酒 装了满满三大箱 然后搬了出去 要运走这么多东西 肯定要借助交通工具 民警立即调出了周边监控 有了发现 通过交通工具的话 我们就马上分出三名嫌疑人 然后这三名嫌疑人的话 当时我们知道他去了宁波 警方立即赶赴宁波 最后在一家浴场里 找到了三名嫌疑人 九点钟 我们是一点钟左右抓到 应该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左右 他们当时刚刚在 一个洗澡地方在休息 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么快 这个肯定是没想到 我好多警方还是这么快就把他抓获 在嫌疑人的车上 民警没有发现脏物 经过突击审讯 嫌疑人交代 他们到了宁波以后 把三大箱脏物 藏在了一个公园里 随后 民警在公园里的灌木丛中 找到了那些失窃的香烟和酒 在办案的过程中 嫌疑人还交代 那辆车是他们从安徽偷来的 要是在车上 他们就打开以后 就是开过来了 他们还是在地图上 还在看的 哪有烟酒 三名嫌疑人 开车到了梁主之后 除了杨女士那家店 他们还在另外一家店里 偷了三百多块钱现金 和一些饮料 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侦办中 1818黄剑 记者报道